英国前首相强生风尘仆仆从度假地点加勒比海赶回英国 外界以为他是要回来再度角逐首相大位 没想到他却宣布自己不选了 强生表示为了保守党的团结决定退出党回竞争 分析表示尽管强生支持者不少 但他争议性实在太大 就算再度选上恐怕也难以继续领导保守党跟整个国家 而现在强生退出下任首相希望最大的人选就是这一位 前财相苏纳克是第一位取得百名保守党议员支持门槛的人选 强生宣布退出前曾跟他秘密举行闭门会议 如果苏纳克不出意外当选 将会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印度裔的首相 现在他最大的挑战者则是保守党下议院领袖摩丹特 摩丹特先前在英国政府担任过多个职位 跟银行家出身的苏纳克背景迥异 深受基层欢迎 周一保守党就会宣布哪些人已经通过100名议员支持的门槛 能够进入下一轮竞选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